90分,90分很滿意 上你們的網頁看到有些卓爾居的示範單位 設計的風格都很適合我們 我們就找你們幫我們設計吧 今天帶大家參觀位於屯門卓爾居一個約700呎的單位 護主崇尚簡約設計 設計師依照護主的要求 設計出令人滿意的作品 全屋設計採用了實用簡約的風格 白色為主的傢俬和長身 令整個空間更加光猛 而且亦有不少專為護主而設的貼心傢俬 難怪護主對設計賺不絕口 其實因為我們是多物件 想隱藏或儲物空間要多 我們首要的要求就是儲物空間要多 我都比較多書本 所以都要一些書櫃去安裝我的書 圓關位置特別設計了一張既可以儲物 又可以等護主坐定定換鞋的椅 方便家人出入 一物易用 飯廳長身造了一組黑色的儲物櫃 善用飯廳的空間 同時櫃頂的位置又可以給護主靈活運用 擺放小型家電和家居的雜物 飯廳選用了一張 和儲物櫃相同顏色的黑色餐桌 提高設計的一致性 有時我們無緣無故晚上想起 有些我們想做一個 我們想聽一個地櫃製造一個 拉出來的柴基仔 我當晚想到 但立即跟他說 他說好呀 我明天給我們設計的圖 客廳的設計更見簡約 黑色的地櫃加入了護主的一些想法 由設計師將設計實現出來 地櫃收藏了一個可以移動的儲物櫃 護主要用的時候 將櫃拉出來就可以當作茶几用 不用的時候就可以藏在地櫃裏面 靈活方便之餘 又可以增加客廳的活動空間 其實我最喜歡大房的地台 因為它真的存到很多東西 例如床下面 房間的範圍都可以儲很多 我自己很軟軟心心的東西 令到房間沒有那麼蠟雜 睡房用地台的設計 增加儲物空間之餘 同時帶出和風的感覺 一進到睡房 就可以感受到房間的日式風情 地台設計增加了大量的儲物空間 完全滿足了護主對儲物的需求 同時又不會佔用太多空間 相當適合這間主人房的設計 大型的入場衣櫃 用了與地台相同的木紋款式 由地台一直延伸到衣櫃 頂部位置用了灰鏡 增添了滿味和型格的感覺 至於在睡床旁邊便放了化妝台 可以讓女護主擁有一個私人的小天地 自己資金上也不足夠 分期付款令我早點享受這間設計 而不會對我資金上的類罪 主人房旁邊就是客房的位置 客房又可以當作儲物房用 白色的吊櫃讓護主可以將書籍、雜物等一併收好 而要使用睡床的時候 只要輕鬆將接床放下 就可以讓客人休息了 平日也可以擺放大型家電和雜物 一室多用,發揮多功能用途 下次我都會選擇設計情報中心 因為我自己之後再有些新的 例如我的小房間會再装一些新的傢俬 都會配合舊有的傢俬再配合 have some fun yeah ye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